主料,榴莲肉200克,蛋奶油200克,主料,滴增80克,牛奶250克,砂糖55克,色拉油15毫升,鸡蛋两个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面粉过筛放入盆内,在面粉里加150克牛奶,搅拌均匀,鸡蛋两个,加35克砂糖,搅拌到砂糖融化, 放入另外100克牛奶到鸡蛋液里,搅拌均匀,再放测拉油,搅拌均匀,把面粉和鸡蛋液混合,用手动打蛋器搅拌均匀,再用筛子过滤,平底锅内不要放油,烧热后,转小火,要一勺锅筛好的面粉,用手轻轻晃动锅子,使面粉变成圆形,等两分钟,面皮四周,有点微微窍气即可取出,晾凉待用,准备 捏榴莲肉,去除榴莲盒,切成小块,200克淡奶油加20克打发好,取一放凉的面皮,放上淡奶油,再放上榴莲肉,喜欢奶油味道,可以再加点淡奶油,然后像包橙卷一样把它剥好,放冰箱冷藏后味道更好,烹饭技巧,做和好的面粉一定要过筛,这样面皮才会细腻了, 留言本集包好后放冰箱冷藏味道更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换问贴气牛CXYZ,获取更多相关资讯